刚刚我们做了两个什么读取数据啊,读取数据,已经把数据放到页面上的一个例子啊,那是加工史的一个经常的一个操作,就是我们从什么呢,后台读取数据,然后的话,什么呢,然后把数据放到页面上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写的这个地址,是吧,这个地址目前是一个什么,本地的地址吧,是这样的啊,实际上我们后面学加工史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会学到什么呢,这是一个远程地址,就是说,你们后面会学这个接口的开发, 接口开发啊,接口,接口就是土那个数据的啊,土数据的接口,比如说是我们这个是读取用户名,是吧,那么你会开发一个什么用户名的接口,是吧,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换成一个什么远程的一个接口的地址,然后这个地址是将本读取用户名的,或者你还会开发一个什么呢,这个产品的接口,是吧,比如说我们这个页面上是不是有很多个商品呢,商品的话,比如说商品的名称,列表, 图片地址以及什么呢,这个价格,是不是也会有一个什么呢,数据啊,这个数据的话是可以什么呢,开发另外一个地,一个接口,这个接口是干嘛呢,就是商品的信息列表的一个接口,是吧,那么可以把商品的信息读过来,啊,好,那目前的话我们只是模拟了一个什么呢,本地的接口啊,本地接口,好,那么的话,关于这个价格式的,这个什么呢,这个深入的,比如说,接口怎么开发,以及什么,怎么读接口, 那么你们在这个项目中之后,还会再讲了,啊,项目中还会再讲,而且你们在后面那个web项目里面,然后你们的老师会,再跟你们讲一遍啊,加个是,结合这个什么呢,结合这个,啊,接口的开发一起讲,啊,就项目中你们会更加深入地学,怎么去什么呢,怎么从这个,数据库里面读数据,怎么开发接口,然后接口的话, 怎么样用这个什么呢,而加个是把它读过来,然后放到页面上,啊,你们在项目中会更加深入地学习,啊,那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今天讲,而加个是的话,只是,只能是讲到这里,啊,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真实数据,啊,没有一些数据,所以说,暂时只能讲这么多,啊,就是项目中大家还会再深入地学习,整个它还会再重新讲一遍的,啊,是这样子的,好,这是关于加个是这些东西,啊,那么的话,而加个是还有一点没说的,就是,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关于这个什么呢,同样策略的这个东西,啊,同样策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而加个是,他什么呢,他什么呢,他只能读取同一个域下面的资源,同一个域下面的资源,啊,就是不能是其他域的资源,就是比如说我加个是,我请求百度的数据,或者请求什么呢,腾讯的数据,这是不可能的,是吧,比如说我怎么能读你的数据呢,而加个是不能读的,啊,那么如果你读的话,就会把这个特征错误叫同样策略的错误, 啊,好,比如说这个页面,是吧,这个页面我现在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读过来啊,是吧,如果这个页面我直接的话,直接这么访问,啊,如果这个页面我直接这么访问的话,那么,会报错,服务器超时,是吧,而且他会报一个同样策略的错误,大家看一下啊,同样策略的错误,这里有个看守,是吧,那么这个是Canada Law的,这个什么呢,什么,Close Origins Request are only support 这个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同样策略的错误,就是说你只能请求什么呢,同一个什么呢,预下面的,我现在是什么呢,我的电脑的环境去请求那个地址吧,这是我电脑的环境吧,是吧,我电脑的环境去请求那个地址,它是不准的,它认为是不同的预,啊,不同的预,所以说你的数据请求不到,啊,是这样子的,啊,好,这是关于这个同样策略,那么而加个是的话,就有这个,就有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要求,就是说你必须是请求同一个预下面的,比如说同一个预名下面的,或者是预名下面的,或者是预名的,主预,请求止预的数据,这是可以的,是吧,如果是不同预的,比如说是,百度的请求什么,腾讯的数据,或腾讯请求百度的数据,是吧,这可能是不准的,啊,请求的话就会报这个同样策略的错误,啊,就是这个,好,这是关于,而加个时的这个,它的这个,什么,局限性,啊,而加个时的这个,就有这个局限,啊, 好,那么这也是安全性的考虑,是吧,安全性的考虑,好,那么接着的话,加个时的话,那么暂时的话,我们就说这么多了,就是说这么多,啊,那么大家在这个实际项目开发中,还会更加深入的学习,啊,更加深入的学习,好,接着的话我们要说什么呢,就是说刚才的问题,是吧,刚才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数据怎么样,必须是同一个域的数据吧,不是同一个域的数据怎么样,我就读不了,是这样的,但是我有时候有这个需求,什么需求呢,我确实需要跨域请求数据,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呢,我可以用QQ的账号登录其他的网站呢,比如说你用微信,你微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登录其他的,比如说其他论坛,你可以用微信的账号登录吧,你可以用QQ的账号登录吧, 是不是这样的,那就相当于这个网站会读什么,腾讯的数据,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相当于什么,就是跨域请求数据吧,跨域请求数据,啊,好,跨域请求数据的话,那么今天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就是Jason P,Jason P这个,啊,Jason P什么呢,它就是一种什么,跨域请求数据的这种方式,啊,跨域请求数据的话,它这种方式跟我们的什么呢,价格是怎么样,它的原理完全不一样, 啊,那价格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对象,啊,这个对象来请求数据,然后它怎么样呢,它有同源的,这个限制,是吧,不是同源的,它请求不到,啊,那么Jason P的话,它是怎么请求数据呢,Jason P,啊,Jason P的话,它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Script标签来,请求数据的,啊,Script标签,啊,那么为什么可以用这个Script标签来请求数据呢, Script标签,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引入的这个Script标签怎么样,它实际上是怎么样,它是可以跨域的,它可以引用任何资源的,什么呢, -s,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去到什么呢,J.Corey的网站,是吧,比如说怎么样呢,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J.Corey,是吧,嗯,J.Corey介绍啊,比如说这里面有它的什么呢,有它的这个,版本下载,是吧,版本下载啊,好,比如说我这里要引它的J.Corey,啊,这里有个minify的这个,是吧,minify的这个,是吧,好,这个地址是不是一个远程地址啊,是这个远程地址啊,是吧,好,远程地址的话,我这个页面怎么样, 我这个页面可以照样的引这个地址,是吧,我把远程地址引过来,都可以了,是吧,好,我这个地方,我放这个地址也行,是吧,我放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啊,这个地址啊,它是一个远程地址,是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能不能跑,是吧,看一下这个页面啊,这个页面,然后刷新一下,是吧,刷新一下之后,那么它照样能跑,啊,看一下它照样能跑吧,只不过要花点时间,是吧, 花点时间,啊,是不是照样可以跑啊,看一下啊,那么我的这个,里面的这个,GNS是不是引的这个远程地址啊,是吧,我的这GNS是不是照样可以用啊,如果不能用的话,我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效果是不是都出不来啊,我这个效果是不是用,而价格是写的,不知道,用的,JQuery写的吧,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什么呢,这个什么,这个script标签怎么样呢,它是可以跨域的啊,script标签是可以跨域的啊,可以跨域的,那么有个,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什么事件啊,就是有一年什么呢,有一年我们的什么春运期间啊,春运期间导致国外的什么呢,GitHub网站,然后变得非常慢啊, 大家知道,大家知道GitHub网站吗,啊,程序员必须去了一个网站啊,大家要学Git的,GitHub是全球所有程序员在上面共享代码的一个网站啊,大家后面会学到Git的啊,就有一个春运的时候,导致那个GitHub网站运的很慢啊,然后后来的话,就是找原因啊,找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12306网站怎么样呢,就引了他的,GitHub上的一段GS, 然后我们的春运期间,有什么,有几亿人次的访问12306吧,12306网站又去引别人的GitHub网站,就导致别人那个网站运动非常慢啊,啊,啊,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个GitHub是不是可以随便引啊,是吧,啊,就是春运导致的别人的什么网站变得很慢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原来是我们引了他的GitHub网站啊,是这个原因啊,好,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我们的这个Script可以什么呢,可以什么,跨域请求数据啊,跨域请求啊,那么的话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数据放在这个GS文件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引过来啊,就可以引过来啊,放在这个GS文件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拿过来啊,这就是什么JsonP的它的原理啊,大家知道这个原理就行了啊,好,JsonP的原理,那么说了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JsonP它是怎么做的,是吧,啊,它是怎么一个原理啊,实现的,啊,好,好,这里说了一个JsonP的它的什么呢,它的一个这个原理啊,说了一个原理啊,就是说我们的话,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什么呢,把数据放到这个一个什么呢,一个GS里面啊,一个GS里面, 然后的话,然后的话,然后的话,用这个数据啊,用这个数据的话来什么呢,把这里面塞数据进去,好,这是JsonP的原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JsonP怎么写啊,好 比如说这里新建一个啊,新建一个页面,这个拿一个啊,比如说这个是Json,JsonP.HTML 好,保存一下啊,好,JsonP,然后的话 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啊,怎么做的呢,比如说我这里先引一个Jcori,把他引进来,是吧,引进来啊,SRC等于这个Js里面的这个Jcori,啊,好,然后的话,啊,我来请求一个数据,是吧,请求一个数据,什么请求呢,啊,好,那么 那么JsonP的话,它的原理跟我们的什么呢,跟我们的价格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的话 我们Jcori把它什么呢,封造成同一个函数了,把它封成同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什么呢,都是多了点啊,价格是啊,都是多了点啊,价格是,然后的话怎么呢,然后这个多了点啊,价格是的,然后哪个地方不同呢,就把这个地方写成什么,JsonP就行了啊,把这个DataType写成JsonP,那么它就是什么,JsonP的这种请求方式啊,好,请求方式,然后的话,它里面什么写呢,就是, 它请求的是一个Js文件,是吧,好,我们来写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是Dollar function啊,Dollar.2价格是吧,假如我不放在页面上啊,直接写一下啊,然后是这个是 Dollar.2价格是吧,然后URL,啊,URL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比如说是这个Js里面的一个Data,Data.js,啊,叫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文件,是吧,好,这样的一个文件啊,然后的话是什么呢,然后这个是,呃,Type等于什么呢,GET,是吧,Type的话是GET,啊,然后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DataType啊,DataType, DataType啊,DataType啊,DataType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写的这个什么,JsonP,不是Json,是吧,JsonP,啊,好,JsonP,啊,好,JsonP,啊,好,然后的话,怎么呢,就是这个,啊,它,它多了一个这个,就是JsonColeback,啊,JsonP Coleback,就是说,你要传一个函数名给他,啊,传一个函数名给他,啊,然后这个名称的话,和这个名称是对上的, 这个名称和这个名称对上 Json P. Callback Json P. Callback Json P. Callback 假设是比如说是FM Back 假设是这样一个名称 Json P. Callback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是down的时候 是吧 down的时候怎么样呢 down的时候就是来个function 是吧 然后把这个data传进去 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data 或者dat都行 然后我弹出alert一个什么 data 好 好这样子 然后的话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来做这个什么 假设说这个js里面 我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data 点js吧 好传一下啊 保存一下是吧 保存一下之后 然后干嘛呢 然后我在里面写 写这个数据啊 写数据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这个 用这个fncallback fncallback 然后是fncallback 然后是一个括号是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是什么呢 这里面就是这里面的数据啊 数据比如说这个里面的lame 是吧 lame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tom吧 就这样一个数据放进来 是吧 这么写啊 好 好 因为这里面是个js吧 所以我都可以这么写 是吧 里面是一个js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口笔传过来 是吧 可以传过来啊 jsoncallback fnback 好 他刚跟我们刚才的 这个是不是有区别啊 这个是不是这么写的 是吧 好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用一个函数 然后是什么呢 这样传过来的啊 这样传过来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传一下这个 来跑一下这个页面 是吧 来这个页面啊 好 那么的话 看一下直接跑这个页面 还不可以啊 好 直接跑这个页面还是不行啊 直接跑这个页面 呃 第十行 第十 这个地方有个逗号是吧 好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他还是报这个同样策略的错误啊 同样策略错误啊 按理来说应该是没有这个错误的啊 没有这个错误 那我们还用服务器环境来跑吧 服务器环境的话 那么就是localhost的 是吧 那么的话 我们来把这个关掉啊 conc关掉 然后我们回去一下啊 好 这个server.js吧 然后是这个 load load server.js 好 然后我来跑一下这个 然后这个是localhost吧 local localhost 吧吧吧吧啊 默认的话 它跑的是index是吧 默认跑的是这个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可以写一下 比如说我 jsonp.html 是吧 我什么 强制当地跑这个页面是吧 那么这可以回收是吧 回收一下 这个设置弹出来了 看见没有 弹出来了吧 啊 好像这么传的啊 好 那么我比如说我弹出这个什么呢 data.nam 是吧 nam 啊 好 这个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 那么这个什么呢 就把这个tom弹出来了吧 好 这是关于jsonp的 他的这个什么呢 他的这个呃 请求的这个什么原理啊 请求这个原理啊 好 那么这个原理的话 大家 要知道 如果说你开发jsonp的接口的话 需要怎么样呢 前面加这个东西是吧 前面加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吐数据的时候 需要怎么样呢 把前面加函数名吧 啊 加函数名啊 好 这个在开发机构的时候 可能还会还会说的啊 开发机构的时候 那么大概的 我现在大概的说一下啊 那么他和我们的这个什么 是不一样的吧 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直接写数据啊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数据写在这里面 然后外面包一个函数调用 是吧 这样子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jsonp啊 jsonp说完之后 那么接着我们要说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 啊 那么这里面有个例子啊 有个什么例子呢 就是说 获取360的这个搜索 关键词联想数据啊 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了什么 Jsonp的接口啊 Jsonp来获取的这个360的联想数据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联想数据是什么一回事啊 比如说我这里面 我们来访问这个360啊 访问这个360 那么这个360的话是 soul.com是吧 这样一个网站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要用它的什么数据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输入一个什么呢 这个D 是吧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这个东西啊 联想词啊 是吧 这个联想词的话 实际上是 它是一个利用的一个什么呢 公共的接口写的啊 我们来准备呢 我们来获取它这个数据啊 可以用什么呢 Jsonp的原理啊 好 那么怎么来获取这个数据呢 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这个Network里面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地址是什么请求的啊 来看一下啊 好 再来输入一个 比如说这里面啊 好 我输入一个D 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嗯 这个是刷新掉啊 好 再输入一个D看一下啊 好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地址啊 看见没有啊 好 这个地址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什么 Jsonp的地址啊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址啊 把它Copy一下啊 CopyLinkedJazz啊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址拿过来看一下啊 拿过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再新建一个页面吧 比如说是这个是 360啊 360 然后是 呃 联想是 获取啊 好 那么这个地址的话需要大家有上网的环境啊 需要上网的环境啊 这个 比如说这里面这个地址我把它粘过来 刚才粘过来看一下啊 粘过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地址的话看一下那么它就是这样一个地址啊 https 然后这个是suggestion这个什么呢 有个问号是吧 然后callback 然后这个地方看一下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word等于d看见没有 是吧 我们用这个就行的 我刚才是不是敲入一个d啊 是吧 这里有个word等于d吧 是吧 好 那么我们主要用这个这个地址 然后加这个就行了啊 加这个就行了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什么注的注释放在这里啊 注释放在这里 我们来请求这个360的这个什么的数据啊 好 同样的我把它 把这个gs引进来啊 等于这个gs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jecory吧 是吧 好 接下来我来引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写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用这个jsonp的获取它啊 多了什么呢 点 加个十啊 加个十 好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url是吧 url的话是这个地址啊 那么就是这个 是吧 把这个地址考过来啊 只需要这个地址就行了 这个地址是吧 好 然后的话这个是什么呢 type type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get啊 get啊 好 然后datatype是吧 datatype type的话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 jsonp是吧 json jsonp啊 好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还需要什么 传数据过去吧 传数据过去啊 传一个什么呢 这里面啊 data啊 data这么写啊 data就这么写 好 比如说这个data是吧 data里面我传个数据给他 比如说我先传一个固定的数据啊 比如说word就等于d是吧 好 这个word啊 word word吧啊 这个word要跟他对上是吧 跟这个地址对上啊 跟这个地址对上啊 好 word的话就是等于这个d吧 d好 好 好 这个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之后这个 嗯 down的时候是吧 down的时候啊 down down的时候来个function是吧 好 这个data的话能不能拿过来是吧 好 data啊 data我看一下能不能拿过来啊 好 这个concellog啊 concel concellog data啊 data 看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写完之后我来看一下这个跑下这个页面啊 好 跑下这个页面 好 那么我跑这个页面是不是不是在什么呢 不是在这个服务器环境啊 是吧 我看一下啊 这看一下concel啊 concel里面这个是不是有个off价给他的啊 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样 这个数据是不是都过来了 看见没有 是不是读过来了啊 这就是一个公共接口啊 就是说我们不用什么呢 服务器环境直接可以获取他在里面的东西是吧 那么我查的是一个d吧 是吧 查的是一个d啊 d的话 那他返回给我的是这些东西是吧 好 假如我再传另外一个数啊 我传一个a看一下他返回什么啊 传一个a的话我再刷新一下看一下传给我什么是吧 还是一个object吧 点开啊 然后q是a啊 这里面传 爱奇艺吧 阿里巴巴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啊 这样一个东西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他里面理想的东西我都可以拿过来是吧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这里面输入一个a 这是他里面联想的这个数据吧 是吧 好 这里面是个a是吧 然后他里面是不是联想这些东西啊 跟我的这个里面是不是一样的啊 就是这些东西吧 是吧 好 那么的话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可以做这个效果啊 做这个效果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东西 他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我联想出来 是吧 好 做个什么效果呢 我把这个改造一下啊 好 改造一下 那么怎么改造呢 那么就是这样子啊 好 这个地址可以拿过来 就放到这里来啊 放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 好 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然后怎么样 塞到页面上去吧 是吧 塞到页面去 而且这个什么呀呢 这个要求是这个地方是什么 变的吧 是变的啊 变的话 那么做什么呢 我就这样做啊 在页面上用一个input框 是吧 tab等于tag式 是吧 然后的话 id等于 id等于什么 input01吧 是吧 好 然后再来一个ul啊 再来一个ul 这个ul的干嘛呢 它就是放这些东西的啊 好 比如说id等于list01 是吧 list01啊 好 我在这个input框里面 输入一个东西之后 它就会把这些词什么 塞到这个ul里面来 做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怎么做呢 是吧 那么首先的话 把它改造一下 是吧 那么首先的话 我要获取这个元素吧 多了什么呢 哪一个function是吧 function啊 好 function之后 然后要做什么呢 就是这个 做它的key up的事件啊 就是key up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或者是 嗯 它的blur的事件啊 blur的事件 key up我们没说啊 它的什么 blur的事件 是吧 blur的事件啊 那么就是什么呢 这个 多了什么呢 多了这个 它 是吧 它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blur 是吧 blur的事件吧 就是它失去焦点的时候啊 这样的时候 然后干嘛呢 方个选啊 方个选啊 然后怎么呢 首先我要获取它的什么 Val是吧 Val是不是等于它的什么呢 多了什么呢 多了类似它的什么 Val了 是吧 Val啊 好 获取它的 获取它的这个 值之后要干嘛呢 啊 要干嘛 是吧 function啊 干嘛 我把这个值 传给这么 传到哪里啊 传到这个地方来吧 就传到这个地方来啊 是吧 好 传它的值 它值完了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把这个 这个地方拿过来 是吧 好 这个值的话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这个value就放到 这个地方来啊 那么它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变量啊 好 一个变量啊 变量完之后 然后是获得一个data 是吧 data啊 或者一个data 这个data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啊 刚刚的话 这个data结构 这个data是什么呢 它这个 这些字在这个s里面 是吧 那么应该是data.s吧 data.s 是不是这样的啊 data.s啊 data data是指整个这个object data.s是指的这个列表吧 data.s是这个列表啊 好 那么的话 那么的话 怎么样呢 vah一个什么呢 这个data吧 啊 这应于什么呢 data.s 是这样的啊 data.s啊 好 然后我弹出它的什么呢 alert一个什么 data.s data.s 是不是可以啊 看一下啊 好 这个时候 没写错吧 没错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来跑这个页面啊 跑一下这个页面 好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什么呢 输入一个a 是吧 输入一个a 然后我不乐的时候 是吧 离开的时候 好 这个时候就出透了 这个不乐的时候 Dollar Input 01 Input 01 好 我弹出这个吧 input一个什么呢 哎 现在才弹出来啊 这个太慢了吧 往慢是吧 刚刚已经弹出来了是吧 弹出十是吧 好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它是怎么写的啊 这个地方 它是用的这个 Dollar 它用的key up啊 key up什么意思 就是说每次我敲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 就是 就是什么 把这个值传进去啊 好 那么我们用这个吧 用这个key up啊 又弹出十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用这个key up key up 这个啊 key up key up之后 然后 然后 好 再来跑一下这个页面啊 跑这边把下页面关了 好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敲一下 敲个D 是吧 怎么这么慢的弹出来啊 十 好了 好 这个是什么 数据已经有了吧 是吧 数据已经有了啊 那么data点击s啊 好 那么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把这个塞进去吧 好 那么的话 它是一个数组吧 是吧 数组啊 Li吧 新一个Li啊 好 比如说Y一个什么呢 多了Li 是吧 Li Li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多了什么呢 这个Li 吧 Li啊 好 然后这个 多了Li 是吧 Li Li 它的什么呢 它点Html 是吧 Html啊 Html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 Data Data点 什么Dat吧 它的什么呢 它的第几个吧 把它放进来吧 比如说是I个 是吧 放进来啊 放进来之后 然后干嘛呢 把这个塞到里面去吧 然后这个 多了 Li 什么Li 然后是 Append的吧 Append的2吧 Append的2 2这个什么呢 它吧 是吧 是多了什么呢 历史的01 好 Dollar 然后是这个 仅号 List01 List01 好 这样的一个 List01 好 List01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行不行 是吧 来看一下 还是跑一下 这个页面 好 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 是吧 刷新页面 好 这么慢啊 好 输一个D 啊 比如说我这个 Consol Log C-A-T-A 好 出来了吧 是吧 过去之后 它就出来了啊 好 终于出来了啊 那么之前 也是这个例子的时候 我敲一个它马上会出来的啊 这个也太慢了啊 好 没存啊 比如说我再敲一个吧 比如说敲一个F 这个太慢了啊 就这个意思啊 就是把它的数据拿过来 然后塞到页面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这样子啊 好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这样子 好 好 只不过是太慢了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这个例子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每次塞的时候 是不是接着往后面塞啊 是吧 所以之前的话 我们要 要干什么呢 要先把这个什么呢 先把这个什么 先把它清空一下啊 这个先把它清空一下 清空一下 然后再塞进去 就每次都是新的数据啊 要不然的话 你就 新建往后面塞 这个一直的往后面排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一直往后面排啊 好 这个的话是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接着往后面排啊 是吧 一直排很多吧 是吧 一直排很多啊 那么的话 我们干嘛呢 就把它先清空一下啊 那么就是什么呢 它啊 进来的时候先清空一下啊 好 清空一下用哪个呢 用这个empty啊 这个empty 这是这个jecorine里面的一个方法啊 jecorine里面的方法是干嘛呢 就是把这个元素里面的东西给清空啊 元素里面的东西给它清空 好 这样子了 好 这是哪里来 这个empty是吧 empty的话就是把元素里面的东西给清空啊 好 这个是写一下吧 这个是清空啊 清空 元素 清空 元素内 元素 元素 元素里 方法啊 这种方法啊 这种方法的话怎么样呢 一般是通过什么呢 json p的这种方式啊 json p这种方式啊 好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大家可以什么呢 在后面把这个例子拿到什么呢 有网的环境 大家可以去测一下啊 好 去测一下之后 那么就是 它应该是还是比较快的啊 这个网还是太慢了啊 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再敲一个 啊 这个速度太慢了 主要是啊 速度太慢了 啊 我觉得是哪里的原因呢 网络的原因还是 好 现在才出来 还没有 太慢了啊 太慢了 好 好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大家下去把它看一下啊 这个例子 下去把它看一下 因为课堂中 课堂上 大家念不了这个例子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json p的这个例子 好 json p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跨域请求数据 大概就这个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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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